99、大公報、特首網誌 確保落實醫療改革 2015年7月18日要問A05大公報信 記者唐曉明報導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表網誌 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檢討督道委員會於本月14日發表了檢討報告 並提出10項主要建議 他指政府特別為醫管局提供總數11.7億元的額外撥款 以確保醫管局能推行相關建議 梁振英表示 市民不會因經濟原因而不能獲得醫療服務 而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 是社會穩定及團結的重要基石 當局額外撥款11.7億 梁振英表示 香港的醫療系統正面對人口老化 慢性病患增加及科技發展和醫療成本不斷增加等挑戰 在這新形勢下 委員會的報告全面檢討醫管局的運作 旨在提升醫管局在未來應付者設挑戰的能力 他指這次醫管局自成立以來第一次作全面檢討 委員會當中共提出十項主要建議 針對病人、社會人事及醫管局外部同事關注的問題 當中包括輪候時間過場、聯網協調問題、資源分配、人事及培訓管理等 梁振英稱為確保醫管局能有效推行相關建議 政府特別為當局提供總數11.7億元的額外撥款 該筆額外撥款為期三年11月7日億元當中 有5.7億元將用作重新聘用人手嚴重短缺的即是 和合式的專科退休人員 亦有3億元用以加強培訓 當中包括以獎學金、職位輪調發展計劃等方法 加強醫管局員工,特別是臨床人員的培訓支援 強調醫療服務公平性梁振英有稱 如下的3億元,希望為新界西、新界東及九龍東三個聯網 提供額外的過渡性經費 令有關聯網再優化以人口為基礎的撥款模式推行前 能提升現有的服務 梁振英認為,香港市民不會因經濟原因 因而不能獲得醫療服務 而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 是社會穩定及團結的重要基石 梁振英又提到 在競選行政長官時 增和醫學界選委展開多次討論 其政光也採納了不少醫學界的意見 例如醫院管理局應根據本身的定位 全面檢討 確保醫院管理局在相軌制度下提供高水平 高效益的服務 他當選後的首份施政報告更宣布成立督道委員會 全面檢討醫管局的運作 故此,他期望今次醫管局的全面檢討 能落實他的競選理念 梁振英又表示,歡迎大眾多提意見 不斷提升醫療服務水平